我叫板娘小薇,一名幸存者 经过了短暂的飞行之后 我来到了秋日森林这片大路上 虽然天空下着瓢泊大雨 但看着满地图丰富的物资 却让我忘记了寒冷 打开地图探测仪 我隐藏掉了树木和食物的标记 因为它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 而麻和石矿类相对来说却比较稀少 我只需要保留这两个标记就足够了 因为有了雨水的滋润 所以只有在暴雨期间砍树 才能得到硬木藤蔓 硬木藤蔓是制造武器的半成品 六角丁的主要材料 同时可以采摘到草菇 来烹饪不一样的食物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采集 生命辅助仪向我发出了信号 在这里我可以加强自己的天赋技能 无论采集、制造还是战斗 都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天赋的等级也是升级庄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当然在这看似安逸的环境中 却也时刻隐藏致命的危机 特别是夜晚降临的时候 随处可见的感染者 让我感到恐惧和不安 但感染者身上掉落的骨头 却是制造石砖的必备材料 这不得不让我拿起武器来进行战斗 就这样 我一边战斗 一边采集着资源 直到身上的背包再也装不下任何东西为止 我打开地图 找到了撤离点 这里有专门的航运服务 可以帮我把物资邮寄回去 那些被感染者轻视的物资 可以暂存在航运站的仓库里 否则我将无法乘坐飞机返回家里 这是我来到秋日森林的第一天 很多未知的事物还要等着我去探险 明天就是双十一光棍节了 如果你也是一名幸存者和单身汪 一定要持续关注伴娘小微 明天的视频当中会有很多的惊喜和福利礼包等你来拿 敬请期待下期更精彩